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财与内财紧矩 我们有行外的财富也要有行内的财富 所谓外面的金钱再多 有钱可以买到银子花粉来化妆好的衣服来穿 可是买不到记者 有钱可以买鱼买肉 可是买不到食用 有钱可以买床夫睡觉 可是买不到睡眠睡不着 有钱可以买手 可是买不到智慧 有钱可以买到很多酒肉朋友 买不到患难之交 所以外财不是绝对是万能的 而要有内财 行内的财富 外面金光是平凡 像孔子的帝子安徽 一旦是一条银 人不堪其有 回也不该其落 连回举六项 那很快乐 他有内财 行内有财富 第二 指神与信量同众 这个我们有的人 我有智慧 我有指神 但是没有信量 而是缺少了一个行为的财富之源 第三 接受与死贼并行 有的人只晓得是接受 接受是贫穷 私贼才是富有 所以我们最好呢 当接受的时候接受 当死贼的时候死贼 所以一个真正与富有的人 能敌人 也能接受人的 敌人也敌得起 接受也接得起 这最好 第四 拥有与享有不同 有时候我们拥有房屋彩 家伙没有理由 不过我可以享有享受 你看电视 但是我要真光真光 这个一样嘛 不一定要永远 所以真正富有的人 一 外财与内财要进去 二 置身于信仰同众 三 接受与死贼并行 是永远与享有同众 我现在干扰的 相夫 我年龄 才赌尔 永远 我 为她 你 我 用 你 前半